旧恨女游礼取闹 楚相帅嫁祸取巧 澡堂外大祸临头 为珍珠自若谈笑 胡铁花围起的一块布巾 冲出了浴池 浴池里的人立刻也跟着跳出来 这个热闹谁不想看 这个时候 那个长腿的人走过的时候 突然向楚留香笑了笑 楚留香也对他笑了笑 长腿的人带着笑说 若是我猜得不错 孙家想必就是 他向后瞧了一眼 忽然顿住了雨声 微笑着走出去了 走在他后面的 那正是楚留香觉得很面熟的人 这个人的脸红得就像是一只刚出锅的蔬螃蟹 也不知道是生来如此啊 还是被热水泡红的 或者是看到了楚留香之后 胀红的 这个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向楚留香瞧过一眼 和他同行的人 那个眼角却在偷偷地瞟着楚留香 但是 等到楚留香望向他的时候 他就低下了头 匆匆走了出去 快往张三悄悄地说 这俩人看来不像是好东西啊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他们 楚留香似乎在想什么 嗯 我好像也见过他们 张三说 这个腿很长的人 这个轻功毕竟是非常的高 派头也很大 想必啊 那是个很有来头的人物 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我没有见过的人 就一定是很少在江湖中走动的人 这个地方虽然有码头 但是平朝却很少有武林豪杰来往 今天一下就来了这么多的人 可真是一件怪事啊 楚留香笑了 笑说 你说了这么多的话 只不过想拉着我在这儿陪你 是不是 张三的脸红了 楚留香说 可是人家为你在外面打架 你至少也该出去看看吧 好啊 出去就出去 跟你在一块 我哪儿都敢去我 你出去之前 可别忘了 我藏在池底的珍珠也带去 我 怎么我 我看什么事就 就是瞒不了你呢 逍遥池的门不大 雨池的门都不会大 而且一定会挂着很厚的帘子 为的是不让外边的寒风吹进来 不让里面的热气跑出去 现在这个帘子不知道已经被谁给掀开了 门外已经挤满了一大堆人了 既然有个大姑娘 胆敢跑到男人的洗澡堂里 那已经是了不得的大新闻了 何况这个大姑娘现在还拿着长剑药杀人 蝴蝶花正在慢吞吞的穿衣服呢 火凤黄金灵芝 这次倒沉住了气了 他铁青的脸站在那儿 只要有人敢瞧他一眼 他就用他的那双大眼睛狠狠的瞪过气 蝴蝶花慢慢地扣好了扣子说 怎么 你难道真的想要我的命啊 年纪轻轻的小姑娘 怎么一翻脸就想杀人呢 该杀的人我就杀 为什么要留着 为什么要留着 你一共杀了多少人了 一千个一万个 无论多少你管不着 你要是杀不了我呢 我要是杀不了你呀 我就把脑袋送给你 我也不想要你的脑袋 你要是杀不了我呀 只希望你以后永远也不要再杀人了 这个世界上真正该死的人不多呀 好 一个字出了口 金灵之的剑光已经披炼般就刺向了胡铁花的咽喉 他的剑法不但是又快又狠 而且一出招就是要人命的杀术 胡铁花身形一闪就躲开了 金灵之瞪着眼 一剑比一剑快 转转之间已经刺出了十七八剑 女子使的剑法大多于清灵为主 但是她的剑法走的是刚猛一路 只听剑锋破空 这声不绝 连门口的人都远远的躲开了 这个地方虽是让顾客们更医用的 但是地方并不大 金灵之的剑锋所及 几乎已经没有留下对方可以闪避的空隙 只可惜呀 她预养的是胡铁花 要是换了别人 这个身上只怕已经被刺穿了十七八个透明的窟窿 胡铁花别的是沉不住气 但是一和人交上了手 她就沉得住气了 只因为她跟人交手的经验 那实在是太丰富了 简直很少有人能够比得上她 别人一打起架来 那难免有些紧张 可是胡铁花看起来 打架那就是家常变反 就算遇见武功比她高得多的对手 胡铁花也绝不会有半点的紧张 所以别人看不出的变化 她能够看得出 别人躲不开的招式 她能躲得开 只见胡铁花 深情有走 金灵之的剑快 胡铁花躲得更快 金灵之第十九剑自出 突然又硬生生的收回来 瞪着眼睛说 你为什么还不还手 胡铁花笑了笑说 是你想查我 我没有想查你 金灵之跺了坐脚 好 我看你还不还手 我看你还不还手 一剑刺出 剑法突变 直到此刻 这个女孩的出手 虽然迅疾很辣 这个剑法倒没有什么特别奇妙的地方 万福万寿元的武功 那本不以剑法建成的 但此刻 她的剑法一变 只见剑光绵密 如巴斯 如波茧 如长江大河 滔滔不断 不但是朝事其患 而且毫无破绽 就算不识货的人 也能看得出 这种剑法 非寻常可比啊 要知道 世上的大多数的剑法 本都是有破绽的 若是没有破绽 就一定不知道 经过多少的聪明才智之势的改进 但是这许多聪明才智之势 既然坑 不惜竭尽智力来改进这套剑法 那么这套剑法的本身 自然也必定有非凡之处了 快望张三躲在了门后 悄悄的说 我看出来了 这好像是俄眉派的 柳絮剑法 楚留相说 不错 他七姑是俄眉苦因师太的一波弟子 这套剑法想必就是 他七姑在私下传授给他的 楚留相点了点头 还没有说话呢 只听金灵之鹤道 好 你还不回首 你能再不回首 就算你的本事了 和声之中 他的剑法又一变 绵密的剑势 忽然变得 舒淡起来了 满天的剑气 突然的消失了 只见他左手横眉 常剑邪削而出 那剑弓四有四无 出手 四快 四慢 剑鹿 四时 四须 招式 将变 未变 不识货的人 这次已经看不出这个剑法有什么巧妙了 有的人甚至以为这个小姑娘心已窃了 力已竭了 但是 楚留相看到他这一招出手 面上 面上已不禁为之悚然动容了 他已经看出这一招正是华山派的镇山剑法 清风十三世中的第一世 清风十来 武林七大门派齐名 说起来 虽以少林武当为内外家之首 其实 昆仑 点仓 峨北 南海 华山 也各有所长 是以这七大门派互相尊敬 却绝不相让 只不过 若是说起剑法来 无论是哪一门哪一派的 都绝不敢与华山争锋 只因华山派这一套清风十三世 那的确是漫妙无仇 非人能及呀 连昆仑的飞龙大九世 都自愧不如 这个清风十三世 妙就妙在清淡这两个字 讲究的正是 似有似无 似时似虚 似便未便 正如 灵阳抱脚 无计可寻 对方既然根本就摸不清 他的剑路和招式 又怎么能 防闭和招架呢 高亚南 号称清风女剑客 剑法之高 连楚留乡都是佩服得很 但是他也并未将这清风十三世学会 只不过学会了九世而已 除了高亚南之外 库梅大师根本就未将这清风十三世的心法传授给任何弟子 华山派以外的人 自然更是无从学起一样 但是现在 这个监听之 居然竟然使出了一招 清风 徐来 非但楚留乡为之 悚然动容 蝴蝶花更是吓了一大跳 至今 咳 蝴蝶花的遗迹 已经被剑划破了 那冰冷的剑风 堪堪贴着他皮肉划过 差点就要了他的命啊 以蝴蝶花的武功 本来是不会躲不开这一招的 但是他 已经不知见过高亚南使用过多少次清风徐来了 这一招清风徐来的见识 蝴蝶花已经学得四模四样 只不过其中的神随 但蝴蝶花却是无论如何也学不会 高亚南自然也绝不会将心法传授给他 哭尸大门 门归严谨 谁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竟将尸门的心法 私下传授给别人 此刻 金灵之居然使出了一招清风徐来 而且 神冲气足 意在见心 竟似已经得了清风十三世的 不传之密了 若是换了别人也还罢了 胡铁花却是深知其中的厉害啊 自然难免吃金 一惊之效 心神大分 竟鲜血送了命 金灵之一招得手 第二招已经跟着刺出来了 只见他出手清淡 剑法自飘忽漫妙 如芬花废柳 赫然又是一招 清风十三世中的 清风废柳 而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人影一闪 他的手腕 被一个人给捉住 这个人来得实在是太快了 快的是不可思议啊 金灵之的眼角 刚刚撇进这个人的影子 刚刚感觉到这个人的存在 这个人 已经把他的手腕的脉门 轻轻地扣住了 这个人的出手并不尽 但是也不知道怎么的 金灵之被他的一只手扣住 那个全身的力气就连半分都使不出来了 他大惊 回头 这才发现 这个人正是方才也泡在浴池里 被人骂作活像一只猴子 他既然还面带笑容的人 他现在的脸上 也还是带着同样的笑容 金灵之本觉得他笑得不讨厌的 可是现在 他觉得他不但讨厌 而且可恨极了 忍不住大叫起来 想干什么 两个打一个吗 不要脸 不要脸 出流香 等他骂完了 再微笑着说 我只是想请问姑娘一件事 干嘛这么的你 你凭什么要问我 既然如此 在下不问也不方啊 不过 楚流香说到这忽然就没有下文了 居然真的是说不问就不问 金灵之等了半天 他反而沉不住气了 忍不住说 啊 只不过 怎么样啊 楚流香笑了笑 我要问的是什么 姑娘说不定也想知道呢 你要问什么 这句话他连想都没想 是脱口而出的 蝴蝶慌慌慌好笑 嘿嘿 这老臭虫啊 嘿嘿 他对付女孩啊 果然就是有一手 嘿 他曾经说过 嘿 女孩子就像人的影子 你若去追她 逼她 她永远在你的前面 你一转身啊 嘿 他就反而来盯着你了 嘿嘿嘿 这句话呀 看来真的是一点都不讲 这个时候只听楚流香 沉沉说 我只想请问姑娘 姑娘方才史书的 这清风十三世 是从哪儿学来的 金灵芝的脸色忽然变了 大声说 谁呢 清风十三世 我哪里史出过清风十三世 你看错了 你的眼睛一定要毛病 这就像小孩偷糖吃 忽然被大人给捉住了 就只有撒赖了 明明满嘴试汤 却硬说没有 明明知道大人不相信 还是硬着头皮去赖一赖 谁知楚流香 这笑一笑 居然就不再追问了 金灵芝的声音更大了 他瞪着眼睛说 我问你 你是干什么的 八成也是那个小偷的同党吧 说不定就是我主吧 嘿 是像的 快把那个珍珠还出来 人家不问他 嘿嘿 他反而问起人去来了 这就叫猪八戒倒打一耙 自己心里有鬼的人 大多都会是这一套的 楚流香 还是不动神色 还是带着笑 我主 的确有 只不过 不是我呀 不是你是谁 是 楚流香伸出了手 徐徐地画着签子 那个指尖在每个人的面前都是要停下来 经过胡铁花面前的时候 胡铁花的心里暗想 糟了 他刚才说楚流香活像猴子 以为这块楚流香啊 一定要修理修理自己 谁知楚流香的手 并没有在胡铁花的面前停下来 在他的旁边有个人 那脸色好像熟螃蟹一样的人 他早已经穿好了衣服了 他穿的是一件紫段团花的袍子 腰上还系着一根玉带 他的身材本极睽违 脱得赤条条的时候倒没什么 此刻穿起了衣服 紫红色的断袍 配着他紫红色的脸 看起来当真是相貌堂堂 威风凛凛 派头之大 门里门外几十个人 就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的 他本来已经想走了 怎奈门口有人打架 出路被堵住了 想走也走不了 只有站在旁边敲热闹 只是他仿佛对楚流香有什么忌惮 始终不敢正眼去看楚流香 只听楚流香将试字拖得长长的 到现在才说出了一个 他 他发现每个人的脸上都现出了惊讶和奇怪的神色 而且眼睛都在看着自己 他也有些奇怪了 忍不住想瞧瞧 这个楚流香的手指的是谁 他再也想不到 楚流香的手正在不偏不倚的指着自己的鼻子 只听楚流香悠然说 他 他 他不但是窝主 而且还是主使 那个珍珠 就在他的身上 这个紫袍大汉的脸立刻仗得比螃蟹更红了 他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 哼 哼哼 这位朋友真会开玩笑 口流香板着脸 正侧说 这种事情 是万万开不得玩笑的 紫袍大汉说 这位姑娘的珍珠 是圆 是方 在下 都没有见过 阁下不是在开玩笑 是在干什么 这个人显然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老江湖了 骤然吃了一惊 神情难免有些失措 但是立刻就恢复了从容 楚流香目光四嫂 各位 有谁看到过方的珍珠吗 哈哈 这位朋友 若说连珍珠是圆的都不知道 那不但是在开玩笑 简直是在骗小孩子了吧 紫袍大汉看到别人脸上的神色 知道大家已经被这番话给打动了 他就算再沉得出气 此刻也不禁有些发急了 冷笑的说 阁下如此血口喷人 究竟是什么意思 好在事实俱在 我也不必再多做辩驳 他一面说一面往外走 似乎怒急之中 就要拂袖而去了 楚流香没有拦他 只是放松了 抓住了金灵芝的脉门的手 只见 剑光一闪 金灵芝已经拦住了这个紫袍大汉的气路了 用剑尖指着他的鼻子 冷笑着说 你想溜 溜到哪去 紫袍大汉的脸被剑光一映 已有些发青啊 他勉强笑道 姑娘 难道真的相信了他的话 我没想到 我也不想到 他要求你 我们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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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到